42岁本土剧女心李亮景 2019年嫁给张峰其后 育有二子 夫妻两亲自照料两个孩子 也时不时分享育儿经 现在分别是二岁三个月及九个月大 一家四口过得热闹又幸福 不过九日他却透露 二宝同时发烧 吃了药也没有好转 让他焦急又心疼 据ETtoday报道 李亮景三年内拼了二个儿子 因为是高龄产妇 怀孕时比较辛苦 怀胎四个月就开始腰酸被痛 严重胀奶 没有正常内衣可以穿 怀孕七个月时肚子甚至大到走路会喘 所以夫妻俩也更加宝贝 两个孩子 没想到悉心照料下 昨日却发现二宝五预警发起高烧 透露前二天二宝就开始发高烧 吃了退烧药也降不下来 最后用了半颗塞剂才让他退烧 没想到第二天却开始起疹子 虽然不再是38 39度的高烧 但也是37.4左右的低温烧 完全不吃副食品 一哭一闹一暴躁不安 急得他带孩子去看医生 才知道是令人畏惧的儿童大魔王 肠病毒 李亮景才发现原来孩子一直吃不下 是因为喉咙都是破洞 医生建议吃冰凉的为甜的 多让他喝水 儿童专用电解水也行 至于身上的疹子水泡 因为是病毒引起 所以没有药膏 只能等自己好 李亮景担心肠病毒传染力强 正担心会传染给二岁多大的儿子 没想到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大宝昨天也开始发起烧来 让他又心疼又着急 孩子们啊 你们要快点好起来啊 好 好 小别的 对 好 Histat